你叫我叔叔就好了 叫爸妈 走了点吧 好的 爸 挺好的 女婿上门 是要展示自己 有着雄厚的禁忌基础 能够给女孩 很好的生活条件 这么多呀 你这是在 给皇帝进贡吗 身手不大小脸人 你都是什么国家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步 可一戒双条 什么都别说 夸年轻就对了 您保养得可真好 是吗 我了解过了 您今年虽然五十了 但是看起来 只有四十小 如先去保养一下 你最不忍 不知道二老喜欢什么 所以吃的穿的用着 就都乱起了 要不然先坐下吧 对 不用 不用了 你里头送了 人也见了 那 那我们就走了啊 妈 你这孩子走什么呀 你给我老老实实坐着 不许谈话啊 快来 进来坐 好 老秦 过来呀 好 坐 坐 快坐 小鹤 快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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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鹤 总听我们月月说起你 说你这人啊 特别优秀 特别靠谱 我啥就说过了 我们月月啊 也确实是我们的掌上明珠 对于结婚你有什么考虑吗 二老 请稍等 对于结婚这个项目 我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组 做出了最详尽 也最完整的一个计划 从订婚开始 到婚礼的筹备 再到婚后的事业 都详尽罗列了出来 二位请沈月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妈 你看见没 我跟你说过的 我们结婚就是闹着玩的 都是互换条件的演戏而已